陸正案当年交付赎款的方式 非常特别 歹徒是透过了在不同的地点 摆放纸条 然后一步一步指使陸妈妈 到达最后取款的地点 然后从空中抛下一条绳子 利用吊过的方式 把赎金给吊走 即使警方尾随跟先 最后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歹徒 拿了钱扬场而去 而就是因为这一点 警方其实怀疑 邱和顺可能没有这种犯罪的头脑 没想到三年之后 胡关宝绑架集团 他们绑架了星光绍东的取款手法 竟然如出一撤 也是用吊过的方式 据说胡关宝在行刑之前 他坦诚的陆正案的确是他干的 但是警方却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苗栗竹南海边的龙凤港 这里是邱和顺的家乡 他在竹南当地 是有名的小混混 常常打架闹事 有人说因为邱和顺有前科 所以会犯下陆正案并不意外 真是如此吗 刚好相反了 怎么说 如果他们怀疑邱和顺会犯这种案子的话 不用等到台北市行大厦来找人 竹南当地的警方跟新竹当地警方 就会先找他们 鲁人勒俗犯罪 他的特色就是 这是一种需要高度分工 高度犯罪技巧的智慧性犯罪 抓一个人不难 难是难在说 你抓了人之后 你要能够拿得到钱 而不被逮 这才是困难 陆正的家属要付署款 最后付署款的一个过程 多复杂 以当地警方对于邱和顺他们的了解 他们这种邱和顺不可能干种罪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 也曾经私下问过一名 曾经经手陆正案的新竹退休警官 得到的答案也是如此 他说当时的线报之一是 歹徒有留美硕士的背景 胡官宝是新竹人 陆军官校毕业 曾经到美国进修硕士学位 他跟同伙犯下的台湾四大勤案 跟多起鲁人勒署案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新光少东武东亮的绑架案 并且勒署上亿元的赎金 当时有歹徒一路引导家属 到高速公路交付署款 到了高速公路南下 我印象是86.5的距离体验 叫高架 高架以后 就有吊篮子的方式 把这个五百万里去掉 胡官宝的做案手法 跟陆正案的歹徒 几乎如出一车 不仅如此 就在陆正案发生后的第二年 离陆正案加不远的普顶路 一处偏僻古今里 发现了一具男童尸体 一直在大家都说是 我们讀書 英文董事公 那个时间点 还有那个什么 旅行冲划有的 又用雅琳跟白的 淋下去 但陆爸爸答从心底 就认定陆正 已经被弃失海边 他说他看过照片 胡经理的孩子 不是他的陆正 因此巨岩DNA 这一句古今同事最后被埋没在荒野漫草中 永远回不了家 但凶手就是胡官宝的传言传得沸沸扬扬 我们找到的一名曾经跟邱和顺一起被判死刑 之后被改判十年八个月 徒刑的同案被告 他叫林姓淳 他告诉我们 一九九一年那一年法务部死刑执行令下来 执行枪决的前一晚 有一名死刑犯跟他坦诚说陆正案是他干的 他说对方的名字他记不住 但是长相他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比较的时间点 一九九一年执行枪决的死刑犯中 有一个人就是胡官宝 是不是他 他有印象吗 这个人认识吗 对 是这个人跟你讲的吗 对 以前我们死刑犯都关在一起 就是他跟你讲的 他有 他有讲 他讲什么 案子是他做的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上面的检察官 跟警察有多么的震动 但是你要这样子讲 你也不能不做笔录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检察官到 看守所里面见胡官宝 也帮胡官宝做了笔录 胡官宝就说是他做的 他就把胡官宝的指纹去比对 然后跟那个勒俗的纸条上面的指纹不一致 这样就排除了胡官宝示范的可能性 这个逻辑如果能够成立的话 那为什么邱春不行 邱春他们也是指纹都不符合 是啊 在我看起来那个就纯粹是害怕一案双破 所以就赶快把这个案子这样子处理掉 然后让胡官宝这些人赶快上刑场 不要再闹了 陆爸爸和陆妈妈是一对非常坚强的父母亲 他们说也许有一天在另外一个世界 和儿子相见了 他们问心无愧 翻开皮夹 里头陆正的照片陆妈妈小心翼翼的守着 而且总是随身攜带 一提到陆正 陆妈妈的语气中有藏不住的骄傲 在陆妈妈的心中陆正的乖巧贴心 他永远记得 直到现在不管去哪里 夫妻俩也都会带着他 庙宇里面他给我的这种东西 我都放在一起 保护他 然后这是我在奥地利的小白花送给他 为了替宝贝儿子陆正抓凶手 陆爸爸跟陆妈妈努力了三十年 等着就是要看歹徒服法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陆爸爸已经满头白发 陆家的孩子也一个个结婚生子了 唯独陆正永远提在十岁那一年 所以这三十几年我过得也不错 我还是很怀念我的那个 我在那个 我在每年的祭祖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帮我那个陆正 摆一张椅子 跟他的爷爷奶奶做在一起 每一年 我们不会忘掉他 这个三十年 我可以这么讲 其实我们早就放下了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你们这一群绑匪十几个人 你绝对打不倒我的 我不把你看在眼里 我不会因为说你绑架了我小孩子 把我小孩子杀掉 我从此以后 我这个人的人生 就是完全是没有色彩的 我生活在这个悲哀里面 我生活在懊恼里面 没有这个事情 你打不倒我的 不让自己活在悲痛中 退休后的生活 旅游 写作 萌芒 充实了陆爸爸的生活 哎呦 我又不去想这个东西了 就只好骗骗自己了 骗骗自己的话 跟我太太两个人 我们就自己早点让消遣 忙碌的生活 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尽管嘴里说着 已经放下释怀了 但每逢夜深人静 陆妈妈总是盼着 陆正能够入梦 与她相会 我觉得梦里面她都一样 都是很活泼 都是很好看的 她都没有显现过 那种不好看的给我看过 我们都互相拥抱 对啊 大部分有些时候 我还会哭醒 对不对 对 有几次 好像她要走的 因为她走得太快 然后我要抓她抓不到 然后我就大哭一场就醒了 梦里的短暂时刻 一分一秒 陆妈妈都记在心里 失去孩子的痛 有谁能懂 陆正的离开 对陆家人来说 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但直到现在 他们依旧认定 杀死陆正的真凶 就是邱和顺 这三十年到现在三十年 在您的心里面 有曾经怀疑过说 有可能不是邱和顺做的吗 有曾经有这样的念头过吗 完全没有 百分之一百我确定是他们 你跟我讲的 我跟你们斗到底 为什么 在诗的方面 我一定要报这一个仇 在宫的方面 我如果轻轻地放过这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人 他出去以后 又去组一些绑匪集团 他学会了这个技巧 他去绑到别人的小孩子了 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同意 陆爸爸说 许多人权律师跳出来 要帮邱和顺辩驳 但证据再多 都无法改变 他们认定邱和顺 就是杀人凶手的事实 你说他们现在 证据一个一个出现 一个一个出现 我现在坦白跟你讲了 百分之九十九了 这样后来出现的证据 我全部都不相信 如果你犯了一个案子 在第一时间 你会不会把所有的证据 通通拿出来 一定是这样做的 你说等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以后 多少年以后 我再把那个 我找到什么新的证据 骗人的 怀着对歹徒的恨 对陆正的欠 陆爸爸一路走来 他说以前总觉得司法 是人民最大的后盾 但现在却是家属心中 最大的折磨 执行 执行 就是这个 你要执行 如果要更简短一点 执行 你不要不执行 你不要不作为 定验的判决迟迟不执行 人权团体认定真相未明 要捍卫邱和顺的公平正义 那被害人家属的公平正义 又有谁来保护呢 我跟陆正讲 我很抱歉 这件事情我非常抱歉 让你受到这样子的残杀 残害 可是你爸妈妈 已经在非常努力地 来帮你 来 来报仇了 有一天 如果在天堂 或者地域都可以 我碰到那个陆正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陆正他认为我 我这个爸爸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 他并没有说去陆正义 不会这个样子